那另外一头X平台发布了一个卫星影像 中国大陆在新疆一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中 打造了一座几乎是仿真的美国空军基地 里面赫然看到 待会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得到有F-35啊 还有F-22啊等等 过去朱日和也打造了一个 我们台湾的类似这个博爱特区嘛 你怎么看待这一连串的操作 这些尾巴的冲突 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都在动员 以色列人口不多 总共只有900万 你动员那么多的时候 然后因为战争 其他的外籍劳工都离开了 那你是不是 这个年轻人在动员 外籍人又离开了 农业的生产都需要人力的 它是属于劳力密集之一 你这个劳力密集 你这个劳力密集的话 你人不够怎么办 整个的农产品的这个 我们讲的出产量就减少 第二个因为战争的关系 大家对以色列 你注意看有一些国家是有抵制的 贸易上就要受限了 你市场也受限 人力又捉襟见肘不够 所以以色列它是这样的 整个的水果蔬菜产量下降 不光是水果蔬菜 也包括它的这些电子产品 都受到了影响 对 它是个科技大国 表面上看起来 军事横扫千军 内部的压力为几乎少 对 因为它是内部的问题 因为战争的关系 最近又在大示威吗 而且这些战火 也没有办法一时两刻 就告一段落 是这样 但是我认为以色列它不会在多条战线上来作战 它会把南边的加萨先解决 解决之后告一段落了 它在对北部的黎巴嫩的真主党开战 是这样 因为它变成南北 南北的话 你造成两边分兵在那边坐 以色列它应该它这个战略的思想 跟它的用兵的模式 它不会低到这个程度 两面同时开战 所以你看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打了多少的火箭弹 到以色列的地方 它启动了 以色列启动的铁穹系统去拦截 怎么不做报复 你赶快报复性轰炸 没有 它报复性轰炸去打那个加萨 是这个样 它没有对 它对那个黎巴嫩的真主党 它是克制性的报复 所以它现在有下一阶段的军事目标 对 下个阶段 那个整个的告一段落 才转移过去 现在没有 没有做实施 因为它不要两面作战 所以反正就是停不下来就是 但是黎巴嫩真主党 它整个战力是完整的 它没有像那个 我们所说的那个哈马斯的组织 他们说第一波都几乎都用到80%的 火力都没有了 但是黎巴嫩真主党它有地下化 它地下化它有补及线 它补及线来自于叙利亚 那叙利亚补及线是来自于伊朗 所以它要补及线 因为它跟 它的东部是跟叙利亚是接壤的 那第二个它地下化 地下化的话 长于九地之下 以色列要对它做轰炸 可能所能够达到的效果 是有限的 没有像在这个 我们讲到的哈马斯这个地方 它的地道 它的地道 它的容量是有限的 因为食物跟饮水 打了八个月 还没有办法获胜 这也是让过去 我们看到几次中东战争 大家很意外的地方 那你怎么看在中美之间呢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军调整到冲绳的驻军 就是考虑到中共 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能够威胁的 我们看到冲绳距离大陆沿海就700公里 战略众生不够 然后中共的这些进程的导弹 进程的地对地的导弹就1200 还有巡异飞弹 另外一个尤其它的战风机 不管千石C 千石EB 还包括殲16 包括殲20 都可以挂空射的导弹 去做攻击 所以变成可以用的这些火力太多了 我还没讲 舰对地的飞弹 舰对地的巡异飞弹 也可以做攻击 换句话在这个 冲绳这个地方越来越不安全 因为没有战略终身 但是不一样移到关岛 移到关岛的时候3000公里 这3000多公里的话 中共只有中层以上的导弹 那这看起来就低岛链 对它来讲就失能了 对 因为随着武器装备的这种精进 还有精准制导的人力的提升 那美军还会做评估 在这一方面 住在低岛链 尤其冲城地区的 安全系数已经 没有像以前的那么高了 新疆沙漠中的这个防美军基地 它可以做一地训练 它为啥新疆不在这个地方 因为还在这个地方 美国的电磁频谱没办法 对画面中大家看到 对没有办法 因为在新疆内陆 美国的飞机没办法 美国唯一的就是人造卫星 但是卫星就短暂就通过了 因为第一个人造卫星 很快就过去了 每90分钟绕地球一圈 那它所能够过去的 这一刹那之间 大概只有5到10分钟 那就过去了 而且中共也可以知道 这些低轨的 美国的侦查卫星 是哪些序号 是军事侦查的会通过 这时候做管制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它的电磁频谱 相关的这些参数 美国收集不到 那比如说P8A或者RC E35的这个战略侦查机 它在沿海 没办法收到内陆 那这样的话 中共的电磁频谱 就保护得很好 那在这个地方做演练 那刚好是一地训练 那将来的时候要攻击的 要来实施任务的时候 整个就在大陆东南沿海 整个就远程奔袭 调柱都过来了 所以它都不在沿海做训练 它就是为了保密措施 那针对什么保密 针对电子参数 不要让美国获得过多的 这些大数据 或者是它的 我们讲的资料库 能够获得 它对这方面是有保密的作为 所以它在内陆 我们知道新疆 新疆的北边是俄罗斯 西边的话 都是上海合作组织 吉尔吉斯也好 乌兹别克 塔吉克 都是这些哈萨克 对中美之间的战争 当然不只是军事外交而已 我们看到在这个财经上也是 谭斌你看一下 这个最近人民币都在跌 但特别的是 人民币对卢布 6月19号 中错了将近5% 为什么呢 主要是美国对俄罗斯 进行新一轮的制裁 然后另一头呢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也非常担心 觉得将来人民币可能也会被制裁 所以有点避险 那就强迫俄罗斯的商人抛售人民币 所以这一抛不得了 有没有 不得了 这个大举抛售人民币 有一些是央行下令希望俄商要抛 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对中国的不友好 而是一个避险的一个措施 那另外一头就是中国的IPO IPO的总值 比去年同期暴跌了84% 84很可怕 这个数字 对不对 那当然为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绿营媒体 还有西方媒体就告诉你 你看中国的经济多差 对不对 多糟糕 大家都撤离 IPO跌这么惨 但事实上你去看大陆内部的讯息 就表示大陆现在严审 过去开的太多了 各式各样的新创产业 那在这个宽松检查的情况之下 所以采用了很多的一些弊端 那现在呢要拨乱反证 在检查旧的商业交易 还有高管的个人银行账户 要打贪打辅之类的 那希望呢 首次IPO的这个检查 能够严格 所以今年超过130家 终止IPO计划 有些申请之后 发现这么严 又默默把它收回来 前四个月光是 募资就大减了将近九成 对中国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过去其实中国大陆IPO 是有点腐烂 很多东西只要他们想了 大家想要弄钱的 就赶快弄个IPO 然后上市就批吧 对 募资很容易 对 募资募了一大堆 但这些公司 有的时候它根本就乱七八八 乱搞一通 体质本身是很有问题的 搞不好一弄上来 就害了这些投资人 血本无归 那中国大陆过去 已经爆发过好几次 这样的一事件 所以我觉得与其你让这些 定时炸弹一直存在那个地方 不如一开始先痛一点 也就是直接进行 比较严格的管制 然后去审查这些公司 你让真正体质够好的公司 上来做IPO 将来爆雷的机会 就降低很多 其实对整个中国大陆的 经济市场是好的 那当然会有阵痛期 那阵痛期本来就是 无可避免的 实际上即使是这样子 中国大陆 被我们这些绿营媒体 或是西方的这些媒体 讲的经济前景再怎么不好 再怎么不好 人家MF还是预估它5%以上 对啊 还是比你美国 比台湾比欧盟都好 所以我觉得 当然对中国大陆 它自己内部 还是有很多挑战 可是我觉得 单就这种东西去看它 这个其实也不见得 能够代表 中国大陆真正的经济的面向 那至于说俄罗斯这边的话 他们大概现在一时觉得说 人民币是不是也会成为 下一个被美国制裁的对象 所以他们开始避险 可是我觉得俄罗斯做这种避险 是比较不治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俄罗斯的卢布 已经受到全世界的制裁 它已经被全面的围堵 要基本上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没有几个国家要它的卢布 那在这种状况下 你如果再不敢用人民币 那请问你去哪里弄美金啊 你也没有办法去弄到 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 当然他一时可能做一些 小规模的避险活动 但是重点还是长久 而且我也不认为 美国现在有能力去制裁人民币 因为美国现在如果去制裁人民币的话 你觉得美国自己的经济 撑得住这件事吗 我觉得恐怕都有问题啊 实际上他现在制裁俄罗斯 制裁到现在固然对俄罗斯 造成一定的经济上层面的打压 但实际上也造成 他的欧洲盟友的重创 实际上也是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如果这时候他再叫大家 跟着他一起去搞人民币 你确定欧洲这些国家还跟得下去吗 我是不认为啦 所以我认为短期之内人民币是 不太有这种风险 当然这个俄罗斯这个女行长也很厉害 带领着俄罗斯一路挺过来 这个金融上的一个战争 很多人对他竖以大拇指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放送款百搭 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